Singurality 意思就是說機器的能力超過了人類 大家最害怕的就是數位覺知 就是它開始有感覺 有想法 有意見 其實答案通常是寫在底溫單的後面 如果我們問得到那個問題 其實我們就感覺得到答案 最關鍵的是Imagic 所以談到這裡 我們必須進去一個字 叫做Technology Singurality 也就是科技起點 什麼意思 從這一章來看 人類的智力確實慢慢的增長 為什麼增長 我們用下一張圖片再來說 但是最大的變化是從1950年代開始到2000年這中間 一路的向上串上去 大概在某一個點 大家稱為Singurality 意思就是說機器的能力超過了人類 所以Machine Intelligence就是紅的那一條 紅的那一條跟綠的那一條結合了以後 變得藍的那一條Transhumans Transhumans 事實上就是超人的智慧 它可以是AI 它可以是IA 不管它是哪一種 在那個點 人類會產生變化 這是我們在看AI 稍微向前看的 踮起腳尖來稍微看遠一點 我們必須要去想的問題 絕對不是現在我們看的那一點點問題而已 這張圖片可以大概說明 人類是很簡單的生化跟生物的變化之後 開始產生了演化變成Culture 那這個Culture簡單的說 再加上近年的Technology 它未來會變到後面的三件事情 第一個是數位的自我複製 第二個是生物跟數位的混走 第三個是數位的覺知 大家最害怕的就是數位覺知 就是它開始有感覺 有想法 有意見 是不是只有電影在談BioDigital Fusion 中間 右邊 左邊是三部不太一樣的電影 都在談BioDigital Fusion 就是生物跟Digital兩者合起來的 並不是只有在小說一樣的電影裡面 會有人談BioDigital Fusion 很現實的一個東西 建築也在談BioDigital Fusion 左邊的這個是2014年 第二屆的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BioDigital Architecture and Genetics 這個是2017年去年的第三屆 大概三年舉辦一次 上面的那張照片是一個西班牙的大學 它的碩士招生的網站 我把它找出來 看到 The Master's Decree BioDigital Architecture at UIC Baslona 是一個兼聚系統 這個研講 它在講如何把沙漠變成是一個可以居住的地方 它的觀念就是所謂的威脅是沙漠化 非洲的很大的威脅是沙漠化 所以他們想做一個長城 綠色的長城把它圍起來 讓它不要繼續沙漠化 它的方法是把左邊的這個充滿了駱駝 沙丘的一個很美麗 可是很難居住 甚至會有災害的地方變成右邊 它用的方法就是它 把沙子跟這些菌合起來 它就開始精化 精化以後 這些鬆散的沙被吹掉 它就變成一個一個的殼子 所以依據智者們的推估 AI之後有悲觀 有樂觀 也都言之成禮 像極樂春秋戰國時代的朱子百家 其實讀歷史的時候 覺得他們說的都很有道理 但是無論如何 最關鍵的是reimagine 把沙漠想像成建築 把Internet想像成影韵器 如果各位稍微找一下 威尼斯跟Bioarchitecture 各位可以看到一位 大概三十來歲的 年輕的建築學者 他們去想出來 如何讓威尼斯不再下沉 威尼斯因為下頭都是木 木桩 那個一直在下沉 所以或者是木頭也慢慢的壞掉 他們就想用生物的方法 去讓所有的莊固化 所以這些reimagine 就像Kevin Kelly說 The Internet is a large copy machine 我們通常都會用Internet 我們不會把它想像成為 是一個 large copy machine 所以大家都在重新想像 reimagine church 教堂 reimagine end of life 死亡之後 reimagine education 這個是Walton School 他們也在reimagine education reimagine food 很多人在想 舉例來說 也是在TED上面 各位可以看到 大概有三四支影片 是在談到 畜牧業既然如此的污染 如此的對地球有害 那大家又那麼想吃肉 不太可能去說服大家都去吃素 那怎麼辦呢 他就拿幹細胞 直接去做成一塊一塊的肉 所以他就沒有去畜牧 再把它殺掉 這些是這過程 他就直接做成肉 那個就是一個reimagine food 的過程 KPMG 在reimagine challenge 會計事務所 reimagine交通的系統 reimagine India reimagine what to come 所以徹底的重新想像 從reconstruct remake recycle rejuvenate revamp redesign renovate recreate reuse rethink refurbish renew restore redo revise remodel 各式各樣的re 各式各樣的re 是有很多不同的機會 design thinking is your secret weapon for building a greater good 可能關鍵是在design thinking 這一本書叫做Design a better business 裡頭有一頁在很前面的時候 他談到uncertainty resecret weapon 因為我們通常都很怕uncertainty 就是不確定 到底搞得定搞不定 不知道 但是處理不確定 是要問問題 不是要找答案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 design thinking裡面的一個關鍵的能力 你是要問問題 絕對不是要找答案 其實答案通常是寫在提問單的後面 如果我們問得到那個問題 其實我們就感覺得到答案 我的建議是重點是reimagine NPO Non-profit organization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